把你看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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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谢谢 谢谢 好美啊 我看看 特别特别适合你 真是太好了 特别太好 高阳 怎么就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 赵冰凡呢 赵冰凡去接新浪呢 新浪还没到啊 没到 我姐呢 一会儿 喂 冰凡 你跑哪儿去了 什么 妹妹 怎么了 这都快十二点了 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新浪现在还没到呢 这都快十二点了 我下午两点还有个活呢 你先把这个活动 弄好了再说好吗 不是 我这 等一下 喂 太好了 好 新浪已经到了 十二点之前必须开始 还有五分钟十二点 那就三分钟以后开始 安娜 三分钟以后开始 好 我告诉他们 各位来宾 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新郎 林志军先生 新娘 陆安娜小姐的 结婚典礼现场 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 今天我非常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兴奋 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一对有爱的年轻人 即将在来宾的见证中 完成华丽转身 变成相伴一生的恩爱夫妻 现在即时已至 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 来宾 你快来 我们上班了 你这片信息 我的文章 好 大夫说了 陆老师不会有事的 林志军到底怎么回事 婚礼上你报这个照片出来 到底是要吓谁啊 安娜 我伤错了一条船 这条船出事了 亲爱的 对不起 用别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用别了 这君他不会有事的 他不会有事 那你现在到底联系上他没有 他不会有事的 安娜 我跟你是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真相啊 他不会出事的 你在画什么呢 林志军吗 哥呀 哥 你还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看见林志军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记得 绊家 你还记得 你也记得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言心 你还记得 就是她的办公桌 小林桌上这些东西 我们都没有动过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 到中国来从事一些 稀有血液的研究 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 马来方面还没有确定是死是活 只是说失联了 前段时间她情绪很不好 据同事们说 她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还和那个对面的小吃摊上 打起来了 她还和别人打架 对呀 同事们都说 林志军平时的脾气很温和的 谢谢你 王主任 我想一个人待会可以吗 好吧 有事你叫我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来 姐姐姐 她的东西啊 本来就不多 都是那小东西 这大帐的东西啊 都是我的 等会儿搬家公司来了 您注意点儿 别搬搓东西了 好的 你随便看 我到里面检查一下啊 嗯 这大帐的东西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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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 我在林志军的宿舍找到的 我想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你等一下 他们看着还挺清热的 安娜 安娜 你等等我 走那么快干吗呀 你干吗去啊 你是不是除了那个手机之外 还找到其他别的线索了 是不是 酒店房卡 这是林志军的吗 我在那个手机盒里找到的 林志军他不有地儿住吗 为什么要住酒店 我现在脑子里有太多的为什么 手机里面的照片 照片里面那个女孩 再加上这张房卡 我觉得她有好多的秘密瞒着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拿这张房卡去找线索啊 我已经去过了 去过了 有什么发现吗 一张房卡 那么大一家酒店 那么多房间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间 也是啊 咱们可以拿来这个房卡 去那个酒店挨个式 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 挨个式 对啊 这个办法虽然是笨了点 但是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的 信我 这怎么都亮了 十八 闭嘴 进去看看 快 有人吗 需要打扫卫生吗 有人吗 没人没人没人 快 这房间太大了吧 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啊 平凡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送人吗 我来接人 你来接人你应该去道达区啊 这是出发 哥牙果然说得没错 他说你会一个人去槟城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你想好没有 你一个人跑去槟城干什么呢 我在邻居君的东西里 发现了一部手机 那又怎么了 手机存储卡里有照片 照片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个女人跟林志娟有合影 一看她们的关系就不一般 所以你要去槟城找到那个女人 没错 安娜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知道 为什么她突然会上错了船 又为什么要跟我说永别 她为什么到槟城去 还有手机上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即使你找到手机上那个女孩 你怎么跟人沟通呢 我可以去找当地的华人翻译 他们可以帮助我 安娜 平凡 我这次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先走了 你就不能听听朋友劝吗 我这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这有关于我的幸福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会记在心里的 我先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一个人 就一定陪你一起去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你有时候还不如个孩子呢 我真的不需要你陪着我 我是去找志军的消息的 我知道 也许我能帮着你忙的 我真的不需要 那你就当我不存在吧 我真是爬到这里 这就行了 我可不说 我是 好不是 他们会在这儿 就你们自己 Oke Carib Neighbor 您要有一群 decision 哪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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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会讲中文啊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你的吗 对 我想问一下 这家店为什么关着呢 那个店主几天前就出门了 扔下这个店不管做生意 哪里可以这样的 当初他开店的时候就跟他说 换个地点吧 这里游客又不多 可是他说这里离他的妈妈近 他妈吗 他妈妈已经没有了 就白在那边 这店铺后面不远啊 他妈妈就是徐安素了 是个大好人 可惜了 命苦了 徐安素 我给您看个照片 麻烦您看一下 您见过这个人没 他 我说的就是他就是他了 是吧 他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徐安素的女儿徐秋妍 叫徐秋妍吗 这个女孩好可怜的 小小年纪就没有爸爸跟着妈妈过 这间店就是他开的叫什么时光 美好时光是吧 对对对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再给您看个照片啊 您看您认不认识这个人 好像有点眼熟 是吗 真的忘记了在哪里见过呢 见过吗 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 是做海员的 可是他不承认的 他们两个人蛮亲密的 一年才见一次 每年的事业 他就回来十天 然后一走又是一年了 可是不是他 不是吗 反过又有点像 有点像 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了 真没想到居然被你找到了 那女的跟林志军什么关系 目前看她不是志军的女朋友 不是 那他们还那么亲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管她是志军的什么人 至少现在有一个人认识她 安娜 我跟你说 吓死我了 怎么了你 就两个男的 跟黑社会一样 就在刚刚 把我绑架进了酒店房间 问我话 刚刚才放我出来 没伤到你吧 伤到倒是没有 他们问你什么了 就问我关于你的事啊 他们跟我讲 说客户是一家 马来西亚的保险公司的 说这个酒店房间啊 也是这个保险公司 在这儿租用的 你记不记得林志军 有没有跟你说过 什么买保险的事啊 我没有听说过 买什么保险 他们跟我说 林志军买了一份保险 而且数额巨大 他们这次来 就是要调查 你跟林志军的关系 我怀疑啊 林志军买的保险 受益人就是你 你 哈喽 什么事 我说 什么事啊 没事 是以前的一个同事 他跟我说了一些私事 你不用担心 真的没事 我就是 懒得听他说那些 无聊的事情 怎么感觉 你有什么秘密似的 没有 别瞎想 你怎么怪怪的 这男的女的啊 一个男的 志军 我越回忆就越觉得 像一个谜 是 阿姨 你好 我们昨天见过面的 中国的那个女孩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 我是昨天来的 向你打听了一个 美好时光的店主 徐秋妍 什么徐秋妍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记得很清楚 昨天我明明不在家 可是你们昨天不是聊了很久吗 昨天您说您记得的 我还给您看了照片 就这个女孩 我不知道 你讲的什么徐秋妍 你要不要买我的糕点 不要听你离开 不要阻碍我做生意 不然我报警呢 不是阿姨 你昨天明明说 我 我 会长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万幸我及时赶到了槟城 那个安娜也回国了 那少爷呢 他一直没有在槟城出现 没有 我还真不信 他跟那艘船一起沾沾 对了会长 还有一件事 槟城的那个女人 她去中国了 她要干什么 不知道 还根损了 你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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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抢 你去抢 我抢 你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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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怎么是你 我叫徐秋妍 我从马来西亚来的 我之前去槟城找过你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地址 是以前告诉我的 戴姨 安娜 来客人了 您是 卢安娜的母亲吧 我是 那你是 我叫徐秋妍 我从马来西亚来的 从马来西亚来的 我知道 卢安娜 是林志军在中国的爱人 我是她在马来西亚的妻子 我和林志军并没有离婚 所以 她要和安娜再婚 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上 都是不允许的 可是林志军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你 她不可能在你们面前提起我 因为我们婚后过得并不幸福 所以 她才会来中国工作 然后 就认识了卢安娜 当她试图跟我离婚的时候 我们又和好了 所以 我知道她在中国有一个卢安娜 但她明确地向我表示过 她还爱着我 陆小姐 林志军说 你在一家通俗刊物 做美术编辑 他说 你喜欢一觉醒来 就看到丁香花 喜欢在午后的阳光 喝咖啡 喜欢一边看着月亮 一边听蓝调音乐 我说得对吗 那他现在还活着吗 他已经死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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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安娜 姐 姐 你怎么样 多多 父姐会我 走 姐 我说不懂 我说你能复杂 志军啊 你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你别问 你就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骗人 肯定喜欢男孩 当然啊 如果是个龙凤胎 不会更完美吧 你赶紧找别人吧 要不然耽误你 是用龙凤胎了 也是哦 好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认真的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 好 我去找我的龙凤胎妈妈去了 林志军 你太多谜题了 我只能再去一次槟城 揭开这一切 文真 心 心 他人 一切 我去找我的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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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我去找你 找我去找你 给你找你 你的 没有客人 我先走了啊 我反问你们 你怎么来了 你没有想到我会找到这儿来吧 是啊 你还真够缠人的 林志军呢 我要见他 林志军 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死 他真的已经死了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找 徐小姐 你真的是林志军的妻子吗 我是 你还在撒谎 你不是的 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相 陆小姐 这段感情 你们都真心相爱过 就应该好好地珍惜 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不好吗 难道就这么一直相信着 不好吗 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 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 就从昨天开始 我都一直还在劝我自己 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她是爱你的 就算你现在突然蹦出来 你跟我说 你是她的妻子 我也要相信她是爱我的 我努力地去想那些 我们很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日子 但是我现在 已经都快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 不安 急着 甚至是恐惧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然后把我的生活 搅得天翻地覆 我 徐小姐 拜托你告诉我 她到底在哪里 她 她真的已经死了 我 不管别人说了些什么 死了就是死了 好吧 我知道 对不起 我又打搅你了 等一下 虽然林志军已经死了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 让你知道 她到底是谁 什么意思 明天相同的时间 你再过来找我吧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咱们上次就住这儿啊 好吧 进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咱们上次就住这儿啊 好吧 进来吧 进来吧 你知不知道你爸妈真的很担心你啊 你也应该多替他们想一想 别让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 你当初是为什么怀孕许修衍的 等等我给你看 你看 你看这照片 他们两个人眉宇间有些相像 然后如果是情侣的话 都会搂搂抱抱 亲亲我我的 但是这两个人 最近那一张也就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太像情侣 会长 怎么样 会长 您猜得果然没错 那个陆安娜去了槟城 而且很快就和邱颜接住上来 那少爷出现了吗 还没有 你可以去槟城了 你去找邱颜 按我说的去做 明白 你昨天说 你要带我们去个地方 他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有权利知道 阿婆 你帮我看一下店 我出去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们等我一下 你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不是都说中文 这边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跟英语 中文只是学校里的选修课 中文只是学校里的选修课 你中文说得很好 当然 因为我是华裔 那你的中文是跟你爸学的还是你妈 我没有爸爸 是过世了还是 你问那么多干吗 你问那么多干吗 那你母亲呢 听说你是个医生 曾经是 你知道有一种病 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吗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对 就是这个名字 知道 又是类似于白血病 但又不太一样 这种病 简单说就是造血机制损坏 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 其实没事的时候跟好人一样 但是一旦发起病来 就要靠定期输血治疗 没错 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定期输血 也许还可以通过骨髓移植 但是风险比较大 马来西亚这边的医疗条件 我不太了解 但在中国 还是有几家医院很有经验的 怎么 你身边有人得了这种病吗 我母亲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些照片都是林志军吗 这些都是林志军的妈妈拍的 对 都是她 这些是你拍的吗 当然不是我 这些都是林志军的妈妈拍的 她妈妈 林志军 她有跟你提起过 她的童年和父母吗 关于她的童年 她没具体跟我讲 但她跟我说过 她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她跟着父亲在过 父亲是个做小生意的 她父亲确实是做生意的 但做的 可不是小生意 你看 这栋大楼 就是她父亲的 一整栋大楼啊 这只是清华集团 微不足道的小小产业之一 清华集团 听说过吗 清华集团是马来西亚 排名前十的家族器 设计的领域有很多 林志军应该就是你们 所说的富二代 不可能 他没有什么钱的 他没必要骗我 他确实没有骗你 他确实没有什么钱 你们看这些照片 难道没有发现些什么吗 这些照片 有很多都是偷拍的 对 都是偷拍的 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 他的父亲 本来是一个公司的小员工 工作勤勤恳恳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还有一对儿女 但是后来 被公司老板的千金看上了 这位千金说 要么失业 保住妻儿 要么 事业上飞黄腾达 但要抛弃妻儿 所以他选择了后者是吧 对 这个富家千金不能生育 所以 他们把儿子留了下来 但女儿和母亲 就被赶了出去 这位千金还下了死令 他让这位母亲 在有生之年 都不可以再见他自己的儿子 他跟儿子分开的时候 儿子才只有三岁 他由于太想念儿子 所以总会偷偷地去看他 但每次都会被发现 然后被赶出来 一边有权有势 一边无依无靠 就是这样的情况 僵持了几年 后来儿子慢慢地长大了 他才知道 他就在那儿子 那个一直被赶走的女人 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但是又不能相认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他念大学的时候 他决定去中国留学 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摆脱 他继母的控制 当然 他继母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不但吉利反对 还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但他还是娶了 但他还是娶了 而且终于和他的母亲相认了 而且终于和他的母亲相认了 所以这个儿子就是林志军对不对 这个妹妹就是你 对不对 徐小姐 你根本就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你是他亲妹妹 既然你这么说了 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看他 你不是说带我们去见林志军吧 别着急 这墓是林志军母亲的 也就是你母亲的 对 过世没多长时间 几个月 好像就是在志军计划和安娜结婚的时候 对 我哥哥的墓在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吧 什么意思 这是林志军的墓 对 是埋了他的几件衣服和物品 因为没有找到遗体 我也始终觉得 他会回来 可是并没有 我哥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吉隆坡 血液调配中心工作 就是为了能找到 和我母亲一样的血型 可是找遍了整个马来西亚 都没有找到相同的血型 所以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为什么 我哥会去中国找陆小姐 甚至还为了陆小姐留在中国工作 一直以至于后来追求陆小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他只是为了我的血 是的 我哥说 他说你的血型完全符合我母亲的血型 万一 我母亲有什么意外的话 你就是一个备用血苦 就在你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母亲过世了 我哥他只能放弃原来的想法 他跑了回来 我们的父亲一直监控着志军 不让他回槟城来看母亲 即使是最后一面 为了不让他知道 我哥不能坐飞机 所以 他只能 他只能坐船回来看你们 后面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你们都知道 对不起 很抱歉 但请你们原谅我哥哥 他是太爱自己的妈妈 才会这样做的 但是我母亲并不是因为血液病死的 所以从客观上说 这与陆小姐无关 就算他当初 接近陆小姐冬季不纯 实际上 我哥一开始 接近你确实是为了你的血 怎么啦 不要紧 没事没事一点小伤 你别紧张嘛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没事你不用这么紧张 你不知道你的血很特殊吗 一定要小心 你说我的血特殊的话 是不是很值钱啊 如果你非要这么衡量 也可以这么说 只不过 用钱也真的买不到你的血了 安娜 其实我真心觉得你可以到医院把你的血保存起来 为什么呀 这样子你以后万一有事 如果你提前保存起来 你就不会有问题嘛 那能保存多久啊 如果冰冻的话 大概一年左右 那一年以内 我们用不是浪费了 怎么会浪费呢 如果你不用的话 可以让别人用啊 别人用 那一年之内 别人也没用 我也没用的话 那不也浪费了 我再给你假设一下 如果一年以内 别人用了 然后我也要用 那我也用不上 那还不是浪费了 什么啊 我都被你让晕了 陆小姐 请你原谅他 安娜 要不我们回酒店吧 我们收拾行李马上回国 我去叫车 你等我一下 安娜 安娜 你醒了 平凡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刚才 在墓地晕倒了 平凡 林志军 他真的死了吗 对 死了 我应该对 也许不说 他就在身边 你也知道 她就在身边 批养 你拿来 现在是 是 您是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可以聊聊吗 你是律师 是的 请问我是忍上什么麻烦了吗 没有 你不用担心我只是说人之托 想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情况 你应该有个哥哥叫林志军吧 对 我是你父亲派来专门 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而且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 就算见了面恐怕他也认不出我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我告诉你实话吧 我这次来是有原因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请您不要紧张 我来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 我听不懂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 我的目的就是带少爷回家 你不想说我也不会为难你 这样吧 我有个办法 又不会为难你 又能让你哥现身 你想怎么样 我受你父亲所托 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请你跟我走一趟 我们去吉隆坡 我哥他 他已经死了 死了 在之前的沉船中遇难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认为你跟我说这样的谎言 我会信吗 这次被人利用 使我感到了人间的悲凉 爱人之间都缺乏信任 我们爱的小屋外面 竟然下起了额毛大雪 多么不可思议的场合 整个冰天雪地的场景 只有在游乐场的冰天雪地出现了 雪下得很大 气氛跟我的心情一样 降到了冰天 我无法接受自己被当作 林之君备用血裤的事实 他应该和我说清楚 我希望这场大雪将我彻底埋葬 让自己融化在这冰天雪地 志全 志全 令之君 我令之君 安娜 安娜 是不是觉得冷啊 приятно 你 有吧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那 我 我 你 我的心 还要继续坚定 有一天一定在遇见你 我们的心都变了一片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变向你的面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再见为止 我们的心都变了一片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变向你的面 从头到尾 你到底爱过我吗 他们说 你是为了我的血在接近我的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血吗 好啊 我给你啊 我给你啊 我都给你 如果我给你 如果我给你我的血 你就满意了的话 那我就成全你 我给你 尘方 他呢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天晕倒了 是他帮你爆炸的 也是他把你背回来的 他 是谁啊 他现在没连接你 他在哪儿 你真的要见他吗 我带你去 哥 你不是有话要跟安娜说吗 林志军 林志军 林志军你现在都不敢 转过来看我一眼是吗 对不起 当初你在船上给我打那个电话 就像是最后一个了是吗 对 对 所以 你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上市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你转过来啊 你转过来啊 林志军你转过来 你以为你做了 诺夫 你简直就是一个诺夫你知道吗 不仅是个诺夫你还是个骗子 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的感情 好 你不转过干什么 行 都是我杀我死找的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 就这样结束了 好 你手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下来 警察 警察 李竹靳 李竹靳 你舍得是死 你干吗不是真的是死啊 去死吧你 你先别打了 你先别打了 你先别闹了 你先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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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秋妍 你恨不恨我 哥 你的确是伤害了卢安娜 他那么痴情那么善良 我只恨你自己 成了你一个人 你的帮凶 对不起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告诉他真相 我已经伤害了他 我不能再去伤害他 这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要说了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安娜 嗯 我今天有话想跟你说 说 我 小林同志 你怎么了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说什么呀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不行 回头再说 不 这个话其实很重要 它关系到 我的做人 也关系到 我们未来能不能幸福 安娜 我告诉你这些 你答应我不要不高兴啊 林之君 你是不是要 安娜 我 您好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我 你快说 算了 我 我 今天就不说了吧 不行 你必须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实话实说 你今天怎么想 你就怎么说 还是改天吧 我改天 再找个好的机会 全都跟你说 好不好 林之君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这句话就这么难说出口吗 好 好 那我说了 安娜 经过我深重的考虑 安娜我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这里虽然没有玫瑰 烛光 还有小夜曲 但是之君 我想跟你说 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跟我说 我要与 恋爱我 怎么了 不说这个意思吗 被你看出来了 对不起我 没准备戒指 没关系 等到婚礼上的时候 才给我戴上 原来 你那天不是要跟我求婚 你是想让我跟你妈妈献血 对吗 我太傻了 哥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半腦了 哥 你猜对了 我是神病了 而且很严重 什么病 我跟安娜要结婚的前几天 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就找了个借口 回吉隆坡 做了一些检查 就发现自己病了 就发现自己病了 至少 妈妈又去世了 至少双重打击 你先告诉我 你是什么病 病是血液病 跟 跟妈妈的病一样吗 比妈妈的要严重 血液出现了病变 可是 如果 如果有人输血 你可以活下去啊 我不想 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 靠着别人的血液苟活下去 这是不负责的 你是说 你离开露安娜 就是怕她知道了 只能永远给你当一个共邪者 是的 她应该有正常的生活 不应该活在没有尽头的恐惧和绝望里 刚才会有 对 她是 她也认识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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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的 她的 我知道 她的 所以你就让他认为 你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我也没办法 尝尝我做的咖啡吧 谢谢 听说你要回吉隆坡了 是的 少爷得了这么重的病 我得马上找到抑制的办法 联系最好的医生 少爷 你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吗 他也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 但是在会长面前 我们都是这么叫的 他不是什么少爷 他只是个普通人 对 他父亲知道了吗 我还没有告诉他 我想这么重要的事情 还是他自己说比较好 金先生 我哥他现在很难 好不容易有了求生的欲望 我求求你 一定要帮帮他 好的 我答应你 会长那边我会说服他 但是你一定要劝服少爷 回吉隆坡治疗 我会劝劝他的 哥 你不应该放弃治疗 好 这不是放弃 是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好 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就没有新的办法吗 你太幼稚了 我看你就是放弃治疗了 你选择了逃避 你害怕了 求颜 我是学医的 又是专门搞血液研究的 我知道这种病的厉害 这不是逃避 是接受 你这就是在逃避 如果我是你 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等待新的办法出现 哥 现在许多优秀的专家 还没有注意到你这个病 等他们注意了 说不定就有新的治疗办法了 你可以让你爸爸帮助你啊 他那么有钱 会有办法的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已经放弃了 没关系 哥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为安娜想一想 安娜知道你出事了 他仍然没有放弃 他来找了你两次 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 连我都不忍心 难道你就忍心放弃他吗 听我的话去找你爸爸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能够和路安娜重新在一起的机会 哥 哥 我求你了 这个世界上 我就你一个亲人了 我不能失去你 知觉 你终于回来了 让你担心了 让你担心了 快坐下 你回来了就好 我一直都相信 你不在那艘船上 但到底怎么了 你别问了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听说你要在中国结婚 要这回事吗 怎么什么事都知道 不接了 怎么回事 就觉得不合适 为什么呢 没有理由 无论不合逾 忧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会儿说接 一会儿说不接 总得有个缘由吧 我只是觉得 我们不适合结婚 那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还没想好 我 志军啊 公司最近很不静悉 你结婚的事 我在这边找个门当户对的 再说吧 爸 你知道妈是怎么去世的吗 不是说即兴党于选吗 对 没错 您不想知道一些其他的吗 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 比如他这几年怎么过的 他毕竟是您的妻子 你妈是个要强的女人 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她为什么要强 是因为你不爱她也不帮她 她只能这样 大人是件感情的事 你就不要过问了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不想再提 在我这里 她是永远过不去的事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我和你妈的离婚 是有一个协议的 你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两个人去看她 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要不是这次她快不行了 你以为你能见到她 那是我默许的 算是网开一面 我和翁翁翼有了今天 你能明白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生病了 生病了 很严重的 少爷就去手枪不要动 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叫我就好 谢谢 爸 直居 今天感觉怎么样 没事的 我能坚持住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爸 这次给宁天麻烦了 直居 你已经感动我了 哥 你怎么 我怎么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瘦啊 我再减肥啊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现在病了 我应该照顾你 我都来晚了 看见你 我真高兴 我也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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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事了中的 正常反应 你说反应一天会有多少次啊 我又有几次 真没事 吓到你了吗 哥 你受苦了 刚才又梦起安娜了 她跟你一样 看见我一时不停地哭 她说她原谅我了 但当我抱她的时候 她就突然大叫 说我已经死了 你说为什么 那只是梦 你不要乱笑 我的意思是 她 她会不会已经把我忘了 不会的 安娜还是很爱你的 如果她知道了真相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她 不会吧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最重要的就是把病养好了 安娜 安娜 我说她是一个人 我最好想的 可是她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 一样的 我爱你 她将来 我贵她 你很不敌 她是一个人 我贵了 我贵她 我贵她 你贵她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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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安娜 安娜 你不認識我了嗎 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安娜 安娜 哥 哥 哥 你醒醒 秋妍 夢見安娜了 我夢見安娜結婚了 哥 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亂想了呀 夢都是反的 秋妍 你能幫我個忙 幫我去一趟中國 看看安娜怎麼樣 你現在這個樣子我不可能離開啊 你忘了我為什麼來這裡了嗎 我為什麼要加大吉良愛力度 秋妍你是最清楚的 說不是因為安娜 我為什麼要接受這麼大的痛苦 秋妍 我拜託你 我拜託你 你幫幫我 哥 如果 我不答應你 我明天放棄一切治療 來啦 來了 怎麼是你啊 安娜 你好 你來幹什麼 我來看看你 安娜 我有話想對你說 我不想聽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說 跟林志堅有關 這個人已經死了 我不想聽 安娜 安娜你開門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說 安娜 你怎麼不開門啊 別去開門 為什麼呀 這事你也別管了 安娜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說 門口是誰啊 你今天要是開了門 我們直接就完了 安娜 安娜你開門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說 安娜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 你好這是您的外賣 我點的 再見 我可以進去說嗎 不可以 好那我就在這裡說 我不管你想說什麼 我是真的不想聽 安娜 其實很多事 並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哥真正跟你分手的原因 徐小姐我打斷你一下 你這一次來又是以什麼身份來的 之前以他妻子的身份來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是我哥讓我這樣做的 他知道自己生病了 他不想連累你 所以才想出這麼愚蠢的辦法 讓我來騙你 但這一次 我說的都是真的 徐小姐 你們兄妹倆是表演型人格嗎 什 什麼意思 一開始海誓山盟言情片 後來又是懸疑推理片 現在成苦情劇了 到底想幹什麼 安娜 我真的沒騙你 我說的都是真的 徐小姐 我現在不管你說的是真的 還是假的 你聽清楚了 林志君在我心裡已經死了 他已經死了 你明白嗎 安娜 你可以原諒他嗎 一個死人是不需要活人來原諒的 希望你不要再來打擾我了 不然我真的會報警 你說安娜不肯原諒我 除了還在生我的氣 會不會有什麼別的原因呢 哥 我沒有說安娜不肯原諒你 她只是還沒有從打擊中走出來 不過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 你讓我來看她 我來了 那你是不是也應該好好地聽話 把病癢好呢 這樣吧 你去找安娜的弟弟 她陶藝也做得很不錯 她會經常到紅樹林裡的一個陶藝館 她會在那兒幫忙待客 哥 我曾經答應過她 要送她一套 進口的陶藝工具 結果我還沒有來得及 你 去找她了解一下 安娜的情況吧 哥 如果你想知道安娜的事情 等你自己病好了 你自己來找她不好嗎 是 我是可以把安娜的情況告訴你 可如果我說她現在過得很好 你相信嗎 如果我說她過得不好呢 你看 不管我說她過得好不好 都只會增加你的牽掛而已 我何必還要告訴你呢 還有啊哥 我打算換一個賓館 我已經麻煩人家金律師太多了 我不想欠太多人情 可以啊 你看 要像這樣慢慢的 哎呀 哎呀 跟你說了嘛 要小心一點兒 都怪你你弄壞了 我不要你家了 沒關係沒關係 咱們重新送啊 多多我來吧 你好 你叫什麼來著 叫做多多 你好 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你的嗎 多多你好 你怎麼少來了 我沒有別的意思 這個是給你的 這什麼 林志君說你特別喜歡做陶藝 他說他答應過你 要送你一套進口的陶藝工具 我不要 你別這樣 這也是林志君的一份心意 你就收下吧 我為什麼要收他的東西啊 我給你放這兒了 我說了我不要 這是看什麼 不收他的東西 來 這樣 小朋友 我重新叫你做 你千萬不能急 去著我的東西 走 你快到封面一點 你快到來吧 我對他 你不敢要我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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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晕 休息会就好了 你也没事了 那我走了 读读 你等一下 我这次来找你姐 真的没有恶意 请你相信我 那你什么目的 我是为了林志军 他真的很爱你姐 也很担心他 我能见你姐姐吗 我姐说林志军已经死了 他再也我姐也没用了 今天要不是看你可怜 我才不理你呢 对不起啊 多多 你说 你姐已经把林志军给忘了 那他是有新的男朋友了吗 你问这干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林志军 我不会跟你说我姐的事的 你也别再找我姐了 我走了 你按这一会儿 嗯 你怎么就出来 我记得去 你怎么 Dur 我姓烵 可是少女是 相当있는 她还像 Blair 陆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 哥 你放心吧 那 我 我能再麻烦你 去找安娜一趟 让她跟我通个电话吗 我想听她的声音 哥 你怎么得分进尺啊 你开始怀疑她有男朋友 我去问清楚了她没有 你现在又要跟她通话 你忘了当初是你先伤害她的吗 我跟你说 安娜不可能这么快原谅你的 你的事我不管了 等你病好了 你自己去面对她吧 我 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吗 不管怎么样 你能不能再 我 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吗 喂 我 我 嗨 你好 你是不是林志军的妹妹啊 陆安娜没来上班吗 她今天不太舒服 没来 那她在家吗 对啊 徐小姐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我叫格雅 是安娜最好的朋友 就那天你来我们家找我们 咱们也算见过啊 你还记得吗 她的事我最了解 我跟你哥也很熟 不信 你可以问她我的情况 所以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或许我可以帮你 刚好我也有一些林志军的情况 想要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林志军什么事啊 关于林志军的一切事情 比如 她的父母 她在哪儿上过学 当然了 最重要的呢 还是她的爱情 你了解这些事想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杂志社呢 现在觉得林志军跟陆安娜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传奇色彩 就以她们的事件原理 写了一篇小说连载 出来以后 毒水反应非常强烈 所以我就想通过你 对林志军做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陆安娜同意这样做吗 只是借由她们的事件 又不是真名实姓 可你刚才说是计时报道 可恶嘛 对了 你跟你哥 为什么不是一个信啊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先帮我录一段 陆安娜说话的录音 录音 你要录音干什么呀 那你别管 只要是陆安娜的声音就行 她说什么都可以 内容不限 对 只要你给我录音 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我回来了 今儿那么早啊 对啊 杂志社让我下午出去采访 被采访的人呢 临时要出差 所以啊 我就没事了 陆安娜小姐 请问 你的专场是什么 专场 画画啊 你问这儿干吗 问卷调查 什么问卷调查 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 配合一下我了 我问你答 好吧 你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对你而言 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主要来自哪方面 没有 说 你通常都是通过什么手段 排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睡觉呗 我说安娜小同学 咱俩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不能 你会不会太敷衍我了 我怎么敷衍你了吗 你说你有事没事弄个什么 调查 刚才路边有人发的 说我要是 调查了十个人 就可以去百货公司 领取一套完整的化妆品 拜托了 帮忙忙忙 好吗 行行行 你最想去哪个国家旅游 为什么 此项回答 必须买二百字啊 我 我最想去的地方 等等 你几小学做玩儿了你 我不让你写 我写 你说 嗯 嗯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 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太极灵 不仅仅呢 因为太极灵是那儿的文化遗产 也因为它是印度的明珠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 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太极灵 我仅仅呢 因为太极灵顺带的文化遗产 也因为它是印度的明珠 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太极灵的爱情故事 尽管有人说 杀贾汉不过是个好大喜功的暴君 究竟太极灵根本不是为了纪念她的爱的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 这世上真的是有那种情深一众的男子 有穿越时空的撕裂 有生死相随的爱情 所以我最想去的地方 是印度的太极灵 嗯 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陆安娜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她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哥 只有这个吗 就是这样 不然我干吗再一次跑来 遭受你们的白眼啊 真是让我脑洞大开啊 哥雅小姐 现在能救我哥的就只有陆安娜了 我不知道陆安娜跟赵平凡是什么关系 但我跟我哥说 陆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 如果我跟她说 陆安娜现在心里已经没有她了 她一定会崩溃的 我跟你说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别的我不敢保证 但是赵平凡跟陆安娜 肯定不可能是恋人关系 因为安娜知道我喜欢赵平凡啊 怎么可能呢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哥哥昨天听到陆安娜的声音以后 特别地高兴 真的谢谢你了 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给他们俩来个现场直播 什么现场直播 就是跟林志军说好 然后把电话接通 让她在电话里可以直接听到 安娜的声音 好吗 这样好吗 应该好吧 这么晚才回来啊 对啊 采访人很累的 吃饭了 我吃了啊 你怎么又吃泡面啊 嗯 喂 林志军吗 对 我是格雅 一会儿呢你就听着就行 你别出声 好吗 对了 你那天跟我讲的那个 就是印度的那个爱情故事 那俩人你说如果他们没有死的话 会在一起吗 可能会 但也可能不会 我觉得会 这种事情假设不来的 我好累啊 我先睡了 不行 先别睡啊 再聊会儿啊 聊五毛钱的好不好 好好好 我再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是 如果哪一天你发现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会原谅我吗 那得看什么事了 那你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事呢 欺骗 你问这个干嘛呀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随便问问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 不了解啊 我只是在假设嘛 格雅 你手机怎么亮着 你这要给谁打电话 没有啊 你看你电话还通着呢 可能是不小心拨出去了 你怎么还给马来西亚打电话 怎么会啊 这不就是马来西亚的区号吗 喂 你谁啊你 说话呀 我问你谁呢你说话呀 安娜 林志军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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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军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我们俩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怎么联系上她的 她 她妹妹说 林志军想听你的声音 你瞒着我去找徐秋颜 你了 你有毛病啊你 不是安娜 你听我解释 够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 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见的 别等我什么都不想听 哥呀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跟她居然一起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我是想帮你啊 帮我 你们这样理应外合算什么帮我 她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林志军没死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碰到徐秋颜 她告诉我 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 林志军的死活我才不要管呢 我现在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林志军她病了 她妹妹请我帮忙 林志军就想听一听你的声音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是她妹怎么跟你说的是吧 是啊 这种规划你也信啊 我信啊 不然她来中国干吗 给你一个帮助你就当真了 你以为我脑子跟你一样啊 你不能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谨慎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呢 你心里明明就有林志军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她呢 哥雅我再告诉你一遍 林志军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还有 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要管了 喂 哥 你听到安娜讲话了吧 我还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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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哥 金律师 你赶快到病房 看看林志军 我在跟他通话的时候 他好像晕倒了 准备出战 两百一次和其他人走开 病人挥破斗性心理 主战成功 血压多少 六十比四十毫米拱住 还在下降 右线糖肝五百毫升 加压快速低柱 进退多巴胺四毫克 右线糖肝五百毫升 加压快速低柱 进退多巴胺四毫克 右线糖肝五百毫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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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走之前你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 你听到阿娜跟格雅的通话了 是不是 多多和格雅都跟我说了 阿娜她没有爱上别人 她现在 来 放这边来 放这边来 好 好 好 就这儿 好 好 走近一点 好 好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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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让你周董了 让你周董了 从少爷那儿过来的 嗯 虽然之前我跟会长 做了很多的铺垫 但是你去得过意平凡 让人显着你 非常关心少爷的样子 还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我不在乎 我也不在乎 但问题是 你不愿意跟会长相认 上次去中国 你没有找安娜好好聊聊吗 你没有跟她说说 雪的事情 她和你哥哥 都是稀有的 H.H.梦霾血型 最重要的是 你哥哥之前给她输过血 我明白 可你根本不明白 这件事的重要性 因为潘教授的治疗方案 根本没有任何把握 所以我们 只能做多手的准备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像陆安娜提出 这样的要求 她也很讨厌我的出现 可少爷目前的身体状况 不容乐观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任何的希望 和可能性 是 陆安娜对我哥的确很重要 可不单单是我哥的身体 她的精神信念 生存状态 全部都依赖着陆安娜 如果被我哥知道 我想取得陆安娜的血样 做她的血罐子 她一定会恨死我的 她也会恨死她自己 那就不要告诉她 少爷的情况怎么样 还在昏迷 我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了 那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少爷是突然加大药量 产生的免疫系统紊乱 而且少爷的身体移植很虚弱 说实话 除了输血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那就找人给他输血 可是 少爷的血型 是稀有血型 全国都没有匹配成功的 那总不能眼睁睁等着吧 会长 我有个办法 你要去中国 是的 去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情 对不起啊 都怪我 可是 我 后来我想了我也太强而锁难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自己 去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 但 你觉得卢安娜她会答应吗 我觉得 好像不太可能 对了 我这里 有安娜的住址 还有她公司的地址 还有她父母的住址 还有她的联系电话 对了 要说服卢安娜真的很难 不过这是我的工作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也为我祈祷着 不会的 以前你来过浦江吗 没有 我也没来过 不过我觉着这儿的建筑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样子 中国的很多古镇 应该都是这样的 那边有路边摊 我们去吃点特色的吧 好啊 走 这下地方不错啊 老板 来点啥 来 这啤酒不错 来点啤酒 好嘞 然后特色菜 来两个 好嘞 好吧 好嘞 老板 这个我们来一个 又没关系 没有 恰恰好 你有一个 对吧 你对乞我们的 请不断 一个人闷闷不落在那儿喝酒 不是失恋是什么 难道是得局症了 别瞎说 是不是你要我问的 快 下菜 来 上菜 我过去跟他聊聊 你咋是作用 陆小姐 打搅了 我们认识吗 这是我的名片 天国之州 你忘记了吗 陆军 我替安娜问问 雪月的费用是多少 免费的 免费的 真的 还有这种好事啊 我们真的是不收钱的 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 专门为罕金血型的人提供帮助 我们不收费用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也要无私伸出援手 能做到吗 没问题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那 那 那个 稀有血型基金会 天国之州 稀有血型互助基金会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当然是有事的 因为 之前您签了个协议 就是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您会 无偿伸出援手 就像 当时别人帮助你一样 对 我当然会 怎么了 血液我现血是吗 目前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 新加坡有一个 十一岁的男孩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昏厥过去了 后来医院抢救过来以后 在验血的时候 发现他得的是 地中海贫血 跟您的血型是一样的 而这个病的 最佳治疗方法 只有一个 输血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自然有办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能找到您我们真的感到 非常的荣幸 当然我们现在需要 采集一下您的血样 血样 对啊 因为如果血样 匹配成功的话 我们需要您的现血 我们需要您的现血 在这儿吗 当然不是在这儿 因为我们的输血设备 还没有运过来 所以 您什么时候回滨海 天哪 这么模糊 女人不让男人等 就不觉着自己是个女的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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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强哥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 有没有一个单身女孩 过来住店 单身女孩 啊 监强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到底有没有啊 你怎么也来问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就有两个人过来问 现在还在那儿等着呢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们走吧 陆小姐 我哥有点事想跟你说 他是女朋友吗 我不认识他 不是不是不是 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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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不是 你谁呀 我哥哥哥哥妹 你别管我们是谁 你现在挡着我们的路 别扼人去 陆小姐 我现在跟我哥 播个电话 她马上就来 稍等一下 你那是赵平凡吗 不是 你们到底是谁啊 我们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挡着我们的路 而且 你限制了陆小姐的自由 我限制了吗 你们要走随时走啊 可是他不能走 你回去告诉你哥 我跟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是不是 陆小你听我说啊 我哥是真找你 你 干嘛 轻点 他他他 吴贞哥 这儿这儿这儿 你干嘛 我知道 我这胳膊 你们怎么打人啊 断了 胳膊断了 胳膊 胳膊断了 快找我哥去 我知道了 你们等了 别走 快点 打人了 打人了 彤彤 到底怎么回事啊 打他那两个人呢 他活该 是他先动手的 那两个人你认识啊 不认识 你就搭他们车回趟滨海 不认识你就敢搭陌生人的车啊 也不是完全不认识 他们是天国之州慈善基金会的 天国之州慈善基金会 就是以前给我输血的那个慈善机构 他们说新加坡有个男孩 雪嫌跟我一样 现在急需输血 希望得到我的帮助 找你输血 你忘了 当初我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有一天 有人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我得无条件地给他输血 天国之州 两个男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吧 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 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你这是干嘛呀 就当我替他们两个人付的吧 安娜 你了解了那样人吗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啊 怎么可能跟你跟到浦江来 会不会 他们一直就在跟踪你啊 你还是小心点 别上当了 你别把所有事情都想那么复杂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 你去哪儿啊 回滨海 路上小心点啊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 碰到那个奇奇怪怪的人吗 奇怪的人 谁啊 就是先在酒店 然后又问了你一些 关于安娜的奇奇怪怪的问题 记得记得 怎么了 那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就两个男的呀 有一个个儿不高 有点黑 有一点小胡子 我好像记得我当时偷拍了他们的照片的 要不我回去找找吧 找到了我给你发过去行吗 是吧 那你快点发给我啊 你问他们干嘛呀 你在哪儿呢 你别问那么多了 你先把照片发给我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那个人有没有做什么自我介绍 说自己是干嘛的 好像跟我说是 是保险公司的什么律师来着 怎么了 是不是安娜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先把照片发给我吧 喂 喂 干嘛呢奇奇怪怪的 哪儿呢 罗安娜那边一直没有什么消息吧 我试图联系她 但是她在躲避我 这个姑娘 看上去简单 但是 很明显 她发现我们的意图了 自路不通啊 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去找一个人 去找谁 是你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能进来说话吗 你一个人住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有 挺干净的 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医生啊 我还有事 长话短说吧 是这样 金主任委托我来转告你 希望你对我们不要有误会 特别是我们对卢安娜小姐 没有任何的恶意 金主任 她人呢 她怎么自己不来 咱们能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吗 赵先生希望我用这样的方法 跟你说话 不会觉得失礼吗 没关系 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想让您说服卢安娜小姐 为我们基金会提供她的血样 这不可能 安娜已经跟我说了 你们去找过她 她差点上了你们的档 这怎么是上档呢 我们是真的需要 卢小姐的血样来救人的 可能你还不知道 林志军是 小姐 还是股髓增生 异常综合症 那可不是数一次 学生能治好的吧 可是 鹿小姐已经是成年人了 她是有她自己的判断 所以我相信鹿小姐 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 好啊 那就尊重她的选择 那你就坦白地告诉她 看她愿不愿意拿自己的血 换林志军的命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请吧 把电话打到免提 让那个新招的听着 稍等 赵先生 你的故乡是浦江啊 那是个风光秀丽的地方 你不想替你的义父 洗刷冤屈了吗 什么意思 你辛辛苦苦地调查 就算查出了真凶 那又能怎样呢 据我了解 你的义父已经死了 赔偿款被挥霍一空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仅凭你虎口拍牙 就能尽释前嫌吗 这是我的事 以你无关 可是据我了解了一下 那个补偿款 有一千多万的窟窿 你只要配合我们 拿到 罗安娜小姐的血样 这些钱 由我们企划公司给你出 只要一管血 你就可以风风光光 一惊还乡 告为故人 罗县长 您自己看着办吧 告辞 请 文静 马选 请 庝istine 啦 找我 突然把我约出来 有什么事 我觉得吧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你觉得吗 有的时候 你明明很讨厌一个东西 但你又怎么会想起它 你是说林志军 格雅 还是我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特别好骗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脑袋上写了白痴两个字 你们不骗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 我觉得就是 我把你们当成朋友 亲人 身边至亲的人 结果你们一个个都骗我 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不是 是我们的错 对不起啊 前几天 我小姨跟我聊了很久 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仔细想了一想 如果换成是我在你的境地的话 我也可能会那样做 别的忙我算是帮不上了 但是我是想告诉你 这件事情 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 谢谢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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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张先生 这么快也来了 先来坐 不坐了 拿东西就走 赶时间 这么着急 人命关天嘛 对了 这血液制品 你们怎么带出关 我们有办法 就算是有办法 也得按正规程序来吧 这个你不用扫心 对了 你答应给我的 新加坡男孩的医疗档案呢 还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 你的医疗都拿到手了 要是陆安娜问起来 我也得有个交代 张伟婷 做得还挺像的吧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主任 直接联系 不用了 他说得已经够清楚的了 恢复 谢谢 请 告辞 陆小姐 我妈这么晚把你叫过来 是有什么事吧 合作公司那边出了点账户 严重吗 还好 我知道了 商业机密 算不上什么秘密 都是工作上的事 怕你不爱听 最近你看见格雅了吗 有啊 来这之前我还见过他呢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一出来喝点东西 不用了 我就随便说说 虽然这件事情 是格雅做得不对 但你一直不肯原谅他 是不是因为 你把对林志军的恨 或多或少地 转嫁到了格雅身上 其实你心里 还一直在想着她是吧 我没有 好吧 说完全不想了 哪是自欺欺人 每次我不由自主 要想他的时候 我都会狠狠地 掐我自己一下 我就告诉自己 你这个人已经死了 干吗要这么欺骗自己呢 事实是怎么样 你我都清楚 有些事情呢 你越是想忘记他 记忆恐怕会越来越清晰 安娜 接受现实吧 勇敢面对他 我相信时间会是最好的疗药 我相信时间会是最好的疗药 等有一天 你再想起那个混蛋的时候 你记起的只会是他 带给你的美好 那才真的是解脱了 新闻上说 今天晚上会有流星雨 我一定好好地取个愿望 我会呗 你这么肯定 对啊 我刚刚已经数过了 你不信一起数数 看我们俩什么 你这么肯定 对啊 我刚已经数过了 你不信一起数数 看我们俩谁数得比较准 你这小华 你敢息怒我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在我的家乡 有一个传说 说天上所有的繁星 都是地上的人许愿的 人许的愿望很多很多 但能实现的愿望却很少很少 所以没能实现的愿望 会留在天上变成星星 越计越多 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那流星呢 已经是先的愿望 就会变成流星 从天上掉下来 怪不得人们都喜欢向着流星许愿 这间 那上面有你的愿望吗 有啊 哪一个是啊 我也在找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愿望告诉别人 就不领了 不说也行 反正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你的愿望啊 你的愿望就是 是什么 等你实现的那天我再告诉你 你又耍我 你看 谁在哪儿 ip son 我再说 这个我都爱了 你又恨你 看你 有什么 在哪儿 你都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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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怎么没有 你怎么能 我刚醒过来了 我刚去他房间 给他吃了一碗面 现在还有汉堡吃呢 醒过来了 难道治疗有效了 不清楚 我已经派人去请盘教授了 爸 坐 知己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派教授说 各项指标都借鉴正常 这就是说 你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 太好了 老天终于开眼了 不好意思 我失探了 没关系 至今恢复得这么快 也有你照顾的功劳 这是应该的 红梅小姐 我派车送你回去 不用了 谢谢 不必客气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见 那我先到此了 我没有一位 看我 在本方的 西安 还是要叫我 我们到医生 医生 不是吗 这就没有了 活摆了 有吗 我也要是 什么事 你还记得郑慧珠吗 郑慧珠 是 郑和西会上家里的小女儿 小学的时候你们是同学 我记得 胖胖的 她怎么 现在可不是胖丫头了 是吗 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 真是女大十八遍 一点都看不出以前的样子 她现在在英国读书 等你身体再恢复一些 我通知她回来一趟 你们见一面 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她见面 我跟郑慧珠 都认为你们两个很般配啊 爸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您还包办婚姻呢 您还有这种想法 慧珠可是很漂亮啊 爸 不管她长得多漂亮 我心里有别人了 您还记得我刚回家的时候 您问过我在中国办婚礼的事吗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们两个并不合适吗 是 她叫陆安娜 我发现我自己得病了 我不想要连累她 所以我骗了她 说我自己在那艘船上 我后来才知道 她带着我的照片 一个人举行了婚礼 结婚这么大的事 岂能这么朗帅呢 再说你没有参加婚礼 就算不得结婚了 它并不影响 你跟郑慧珠的结合 爸 我为什么要接受 潘教授的治疗方法 我知道她还没有临床 也很冒险 但我还是接受了 唯一的原因 就是为了我的中国爱人 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地救你 因为你是我儿子 也因为郑家跟我们遇到了 同样的金融方面的麻烦 你跟郑家小姐的结合 是我们两家的期待 反正 反正 除了安娜 我不会接触任何人 我很了解我的父亲 当年他为了事业 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了 我和妈妈的感情 现在的情况 我和她的事业 她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且我也毫无能力 逃脱她的控制 慧珠小姐 我们家之君少爷来了 你们俩 有事儿叫我 你好 慧珠 志君 你好 你变化可真大 如果在街上遇见你 我肯定认不出来了 你的变化才叫大呢 现在是个大美女了 哪有 你想喝点什么 好 和她一样 你好 稍等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啊 我在想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 真的是我曾经认识的 哀哭鼻子胖乎乎的慧珠吗 我小的时候 跟你印象这么差吗 我小的时候跟你印象这么差吗 慧珠 你整过容吗 没有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慧珠 情况怎么样 他们聊得非常好 没什么意外 好 要多加小心 明白 谢谢 不客气 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是 我们很久没有见了 听说你这几年在英国 听说你这几年在英国 我在英国待了十三年 英国怎么样 待得习惯吗 还好吧 刚去那个国家 觉得有点无聊 有点刻板 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我听说你在中国想的大学 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我原本是想学医的 我爸不同意 他想让我上商学院 我又不同意 所以我跑到中国上了医学院 我妈是个中国人 我听说你母亲去年去世了 你还有一个妹妹至今下落不明 是的 慧珠 慧珠 你知道你来的目的吗 知道 为了家族的利益 跟你结合 慧珠 你带了几个人来 四个人 在你身后 你带了几个人 你带了几个人 也是四个 还蛮对等的 这是区别 说说你的现在 现在 没什么可说的 没有女朋友吗 慧珠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你不想要 你带着 什么 我 你 慧珠 你觉得这个场面好玩吗 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往回走吧 来 手给我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放心吧 你知道刚刚为什么我要拉着你的手吗 不知道呀 这样会让他们放心 难道他们还怕我们跑了 这么多人看着 跑是不能跑 他们在我房间里已经装了窃听器了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干什么 这就是我让你出来跟我走走的原因 我不相信他们提前安排的地方 你是怕他们现在还在监听我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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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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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得早 女装麻烦得多 少爷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吧 几个小时 能收尾快一点吗 好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是我 怎么还是 锁着门 我昨晚没睡好 刚想命一会儿 有什么事吗 装画好了 小心装画了 外面真的真是很大 来了很多记者 你要注意你的形象 还有 你的父亲跟岳父 九点五十到 咱们十点开始 好 好吧 你休息一会儿 谁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对不起 回主 是我应该感谢你 我男朋友跟我说 一定让我替他向你鞠躬致县 太客气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 前面我出不去 这窗户外面位置不好 有点麻烦 你要不要去我那里看看 我的窗口下面好像没有守卫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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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可以回答我两个问题吗 您好 林先生 回答我两个问题吗 这是大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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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掌啊 林先生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好吗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好吗 对吧 好 好 好 小屋 小屋 所有 所有 少爷 少爷 慧珠小姐 看见我们家少爷了 怎么了 你们家少爷不见了 他们会走远的 怎么还不开支呢 他们在后边 还没有准备好吗 太满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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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律师 林会长那边着急 怎么还不开支呢 来不过去 慧珠 怎么还不开始 手里不见了 不见了 好 你逃出来还顺利吗 多亏了慧珠帮忙 要不然今天真的麻烦了 真是旷石气温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新娘帮新郎逃婚的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逃婚了 慧珠也可以回到她爱人身边 哥 你给我讲讲 你到底是怎么把慧珠 拉到你这头儿的 其实 我也是在赌博 遇到慧珠是一种 幸运吧 如果没有我们的事 我应该已经结婚了 你男朋友是英国人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华裔 我们是大学同学 是我们家庭影响了你们 因为我的家人 想让我嫁给你 慧珠 你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 冒险赌一把吗 怎么赌 我不会像你这样 屈服命运的 我觉得结婚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这么随便的 我想要跟自己爱的人 走完这辈子 我们结盟吧 联手对抗他们 怎么对抗呀 你愿意相信我吗 这一条 能让我回到爱人的身边 有了慧珠这句话 这就好办了 我 姐妹今天是疯了呀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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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明 咳明 醉 不錯 我覺得還是先給安娜打個電話比較好 不行 直接去 電話裡怎麼說得清楚 一點也不真誠 開後衛箱 明環 走 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來來來 萬聖節快樂 麻煩您在這裡等我一下 來 走一個 不玩兒不玩兒了 電話 可以哥亞跳舞去吧 我不會跳舞 你讓哥亞教你啊 哥亞 哥亞 我教你啊 走 去跳呀 你是在邀請你 真是點好嗎 走吧 走吧 肯定沒有人 走吧 我們去安娜家吧 好 4 3 2 1 好 感謝大家在公務員2014年的1月1號來到我們酒吧 下面呢有進行我們的新年抽獎 這個最高獎啊 是一台價值八千元的單反相機 告訴我有沒有誰想要啊 好 好 下面有請我們的抽獎相賓 您好 您是多少 好 我13號好不吉利的數字 肯定是你中 這不都是數字嗎 都一樣的 好媽 那我現在就開始了 這個號碼就在我手中 看來他今天是很幸運的 他就是 13號 13號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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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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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陸小姐 給您聽 strangers 你來聽嘗嗎 誰請客 你把我贏了 我贏了 你要跟她交際 那個有機會 那是女孩 你去看幾個男人 你去看幾個男人 那不是誰 你去看幾個男人 他這句也聽說 陸小姐 这事啊不应该由我来说 那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 现在说出来应该没什么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上次抽奖 来 记得 你抽入一台丧心 记得 其实呢 那都是你那男朋友啊 特意安排好的 说让我们配合他一下 给你个惊喜 什么 那你 玩好啊 来了 小姨 你好 我是林志军 你是人是鬼啊 你从哪儿骂出来的 小姨 安娜在吗 安娜不在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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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要跟安娜说 你可以叫她出来吗 安娜不在 就算她在的话 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你快走吧 我哥哥真的有很多话 想跟安娜说 我求求你帮我忙 让我哥哥见安娜 你们俩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我报警了 来 上车机下 安娜今天特别返偿 她怎么了 平时她不敢玩的东西 今天都玩了 您好您的证件 好的 稍等一下 我说我这好看吗 你看我这好看吗 快点我看你这 你准备好吗 秋衍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 今天是什么节日吧 我不知道啊 先生 今天是万寿节 怎么了 他就是 十三号 十三号 十三号房在哪儿 十三号房在哪儿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哥 你吃点 呼召给我一下 那个行李帮我寄出一张麻烦就好了 哥 你别弄我 走 来 我不跳了 你们俩跳我歇会儿啊 不行 你又不是七了我八十了 你再跳会儿 让一会儿 你这边跳不动了 我去给你们弄点喝的啊 你别开车 走 你别光顾着疯啊 你什么时候跟赵平凡表白啊 我打算一会儿 把自己冠罪 然后再给他表白 瞧你那点出息 我就叫做补格庄啊 你瞧你 你 赵平凡 走 哥 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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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确定那个人真的是林志军吗 哎呀我又不是没见过他呀 这不是见了鬼了吗 他今天还带了上次那个 那个自称他老婆的一个女孩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死啊 姐夫 你说安娜是不是知道他没死啊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 这儿孩子 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也不接 那个林志军 会不会对他造成危险啊 报警 赶紧报警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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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我回来了 我的病治好了 你神经病 安娜你听我说 我没口 安娜你听我解释 你放手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可以理解 但你听我解释 我这次真的回来了 安娜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原谅我吧 安娜 你疯了吧你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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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军 你又来干什么 这没你的事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你让开 安娜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我把你他们说的 很耳rup 我去摆住了 奴迪 你 rebozy 这是什么 你看看 你不能再给他 得到他 第三个小子 你不能再要 你没有案子 你没有案子 你没案子 老婆 你负了 不如你 你带着 林志军 你杀他 林志军 想撒野是吧 好啊 你来啊 你杀我 这跟你没关系 我要好好叫醒他一下 你来啊 你杀我 你杀我呀 林志军 你凭什么来这儿撒野 你回去好好当你的新浪官 你赶我到这儿来招摇撞变 来当初骗人 安娜 你怎么知道结婚的事 说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安娜 这是个误会 我没结婚 我来就是为了你 我爱的人是你 林志军 我告诉你 你现在爱人家结婚 跟谁结婚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安娜 我从家里逃出来 都是为了你 我把我的家庭 我的一切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 安娜 你冷静一下 我们就像回到以前一样 我错了 你原谅我 可以吗 平凡 平凡 你没事吧 安娜 平凡姐 我们走 安娜 安娜 你和赵平凡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 她是我的爱人 平凡 平凡 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没事 可是你在流血啊 一会儿就好了 没关系 平凡 对不起 安娜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说什么呀 说我是你的爱人 安娜 我知道你还忘不了恋直军 可是我真的很想保护你 平凡 我 我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爸 我 你在哪儿 你跟谁在一起啊 我跟赵平凡在一起呢 一把电话请赵平凡 让他接电话 平凡 我爸让你接电话 喂 陆老师 是 是我 平凡 赵平凡 安娜她 没事吧 安娜她没事 挺好的 那你把电话给安娜吧 爸 你给我马上回家 爸 我还有点事 不行 你给我马上回家 我爸这是怎么了 非让我回去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先回去吧 你看你穿成这样 要是让他们看见了 还以为我们怎么了呢 对了 你去找一下格雅 我就先赶紧回去了 唉 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看看你的手机上 有多少个未接电话 那里面太吵了 我真没听见 你去哪儿了 今天万圣节 我跟格雅平凡那酒吧玩呢 一个西方的鬼节 你们这些东方人 跟着凑什么热闹 这下可好 把真鬼给引来了 什么真鬼 林志军呢 他怎么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 他跑这儿来了 你见过他是不是 你知道他来这儿 我不知道 林志军今天带着那个自称 是他女人的人 吵着他见你呢 他真跑这儿来了 唉 你不说他死了吗 他在我心里确实是死了 你知道他活着 嗯 你一直在骗我们 唉呀爸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别提了 过去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家里找你啊 以后不会来了 为什么 那他为什么今天就来了呢 我真不知道 什么叫你真不知道啊 啊 一个死人突然活了来家里找你 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 我还因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我都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你一句真不知道就哪儿蒙过去 你都不知道今天林志军到家里来找 就我一个人在家 我倒吓死了 小姨 爸 你们不要担心了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你根本不可能处理好 你今天叫我回来就这事是吧 是啊 行 我走了 你站住 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着 哥 你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 我必须要说你 你到底是来找人打架的 还是来求安娜原谅的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安娜了 我觉得我没必要 在这儿陪你浪费时间了 我马上就回槟城去 我不会放弃的 我知道安娜是害我的 你伤害安娜已经很深了 既然你心里清楚 安娜还是爱你的 那么就请你 为了你深爱的女人 道歉 对不起 九妍 我今天的确是冲动了 不冷静 我自己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赵平凡是喜欢安娜的 所以我听赵平凡说 她是安娜的亲人 我就失控了 我受不了 安娜是不会爱上赵平凡的 她心里有你 你从哪里看出来她心里有我 她恨你的样子 安娜 是我 我找你好久了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回到像以前一样 我错了 原谅好我 你特别的想念 命运她早就牵好了牵 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安娜 安娜 开门呢 开 哥雅 你来干什么 我找安娜 她不在 我不信 你爱信不信 哥雅 我有话要跟安娜说 你现在有话要跟她说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一天到晚装身弄鬼 反复无常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跟你说了 请让开 你干什么啊 怎样 你要动手打我不成 我不打你人 我可没有安娜跟赵平凡 那么好的脾气 不信你就给我试试 哥雅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害怕了 那就请你离安娜远一点 还有 你再敢找赵平凡的麻烦 我就对你不客气 安娜 请你出来 安娜 我有话要跟你说 安娜 别喊了我跟你说安娜 她现在不在 你这属于是私闯民宅 可雅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 什么搞屁朋友 赵平凡那不是你朋友吗 他还是你同学呢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对待他的 你现在根本不配跟我提朋友 这俩字 我昨晚是有些冲动了 你根本就是个魔鬼 你这个害人精 你说你吧 整天东跑西点 忙来忙去 你为的是什么 女儿这么大的事 瞒着我们你个当母亲的 居然就不知道 我还认那句话 在你的生意和女儿中间 你只能选择一样 你决定吧 老陆 看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是要女儿了 再说了 我去浦江跟生意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啊 跟我有关系吗 跟安娜有关系吗 爸 你就别跟我妈吵了 这事是我不对 是我不该瞒你们 你还知道不对啊 林志军没有死 这么大的事 你都瞒着我们 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老陆 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呀 这事情已经出了 想办法解决不就完了吗 生气吵架有用啊 那好吧 现在 林志军又来找安娜了 怎么办 你决定吧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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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别叫我叫保安娜 别叫吧 我今天必须得见到安娜 安娜你出来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别动啊 别叫了 我今天不见到安娜 我是不会走的 安娜 林志军 你别叫了 雨霜 你不用拦她 让她喊 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见安娜 安娜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不会见你的 这位是谁呀 阿姨 她是我妹妹 她是你妹妹 那你应该问问她 她上次到我们家的时候 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阿姨 上次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哥实在是太担心安娜了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谎的 那我怎么知道 你这一次是不是又在撒谎呢 父母 请你让我见安娜一面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全都告诉你们 林志军 你给我听好了啊 从你放弃婚礼的那天起 我们家的大门 就对你永远关闭了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什么借口 我都不会让你靠近安娜一步 更没兴趣听你讲故事 律总 赵经理 你们怎么管理的 你们怎么能让这种 身份不明的人 撕闯我们家门口 大喊大叫呢 对不起 律总 对不起 请你俩马上离开 伯母 伯母 你放手 伯母 你听我解释 伯母 你听我解释伯母 快快快 这是先生 请你们俩现在马上离开 我自己走 在这儿 走 他跟你说什么了 还能有什么新鲜的 老三样呗 要见你 想跟你解释 想跟你重归于好 但是我一点没客气啊 直接给轰走了 你说他现在还在门口呢 对啊 还在大门口呢 你现在啊 得小心点他 我觉得他 他不太正常 刚才我跟赵平凡进来的时候 他看赵平凡的眼神 好吓人的 我真怕他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 真是的 这件事情 怎么就把赵平凡给扯进来了 哥呀 昨天 他们俩打架的时候 你在哪儿啊 我 我 从未人间出来 然后突然间看见了林志军 我就愣住了 没想到后来 他跟赵平凡 还打起来了 那我当时说平凡是我的爱人 你也都听见了 听见了啊 哥呀 这个事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当时这样说 完全是为了保护赵平凡 这件事情我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我是怕赵平凡当真了 这样我马上跟赵平凡说 我当着他和你的面把话说清楚 好了 你千万别冲动啊 我肯定是相信你的 不然我也不会过来找你啊 来 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把门窗看死啊 你喊门干什么 喊门干什么 防止林志军进来 也防止你跑不出去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这完全是把我软禁起来呀 我这是对你的安全负责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了 你这完全是在限制 我的人生自由啊 我就是给你的自由太多了 陆安娜 所以你才为所欲为 刚毕业你告诉我说 你要去一个什么 要倒闭的破杂志社 我让你去了 这家里这么大你不住 抛开父母 非要去租什么房子住 我也让你去了 结果你跑回来跟我说 你要结婚了 我让你结了 婚礼也给你办了 结果怎么样 把我老脸都还给丢尽了 一会儿跟我说林志军死了 一会儿告诉我没死 我告诉你 我焊这个门窗 我就是防止林志军来捣乱 我已经没染上去 在那边 干什么 但éch公 kid 在那边 还没tem 一会儿 中心 一会儿 medida 波小姐 别查 super 别闯了 你干什么呀 你推我干什么呀 带往里硬闯 我把你送票锁了啊 哥 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我告诉你 赶紧把这个神经病狗带走 要不然我们可不客气了 好 都给你送 让她进去 哥 你要硬闯是吗 如果你没带走的话 就更见不到安娜了 我去找你 你可以找赵平凡帮你 你太天真了 赵平凡怎么可能帮我呢 他怕不得我和安娜 一辈子都见不到 赵平凡会不会帮你 这个我不敢肯定 但是起码 你要向他表明你的态度呀 你要告诉他 你是绝对不会放弃 盧安娜的 如果这样 万一更激发他 追求安娜的决心呢 你怕了 你怕吧 我怕他 开玩笑吧 那你就去找赵平凡 我去找哥雅 不行 哥雅疯疯癫癫的 他和安娜不一样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不许去找他 我觉得哥雅人挺好的呀 上次那个录音 就是哥雅偷偷帮你录的 反正不行 你要去找他 一定要我陪你去 哥 我觉得你好像挺怕哥雅的 为什么 你不知道 我那天去找安娜 哥雅一个人在家 他就是拿了个菜刀要砍我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能感觉出来 他喜欢赵平凡 他那么对你 估计是想为赵平凡打包补品吧 哥雅如果是我妹妹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喜欢赵平凡的 可是 如果抛开赵平凡喜欢洛安娜不说 你觉得赵平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心里话 还可以吧 闻人挺寒厚 性格挺内乡的 ear 平凡 平凡 来坐 来 黏摸水 谢谢 你到这儿来 我妈没有让你汇报一下 我们俩谈话内容啊 你想和我说什么 不想跟你说一下 那天酒吧的事情 你说吧 虽然你跟格雅 想方设法地想瞒住我 但我还是通过手机 看见了林志军 要结婚的消息 说实话 当我看见 那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但是我还是装作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跟你们去了酒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格雅要在那天 跟你表白 跟我表白 平凡 这么久了 格雅的心意 你难道不知道吗 他喜欢你 我这个人比较迟钝 我觉得你不可能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是你装作没有感觉 平凡 我们俩是朋友 我就不跟你管老抹角了 那天在酒吧的时候 我当着林志军 说你是我的爱人 我是因为担心 那个疯子才这样说的 我知道 我跟格雅心里 都非常明白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 是因为我真的很怕 好你 对 对 那林志军这次来找你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我脑子也很乱 我心里真的有很多的谜团 我不懂为什么 报道里说好 这个人要结婚 他突然又蹦出来了 网上确实说他是逃婚 你说他在不死 我宝贓 你不准验 他在不死 就是有一个 一样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在做什么 对 你只是说 你不是说 上车 你不是说 是 好了 不说我了 平凡 格亚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三个人之间 有什么误会 行了 安娜 你的意思我明白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 要你跟她一样 以后我不会在这里打扰你 更不会对你有朋友之外的想法 平凡 格雅他真的是个好可爱 不用再说了 你可以不接受我 但请你不要左右 我很高兴 能和你和格雅这样的朋友 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做朋友 好了 时间不早 我先走了 平凡 首先我还是要说声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动手 我太冲动了 你还记得我母亲的病吗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很不幸的 我也被遗传了 更不幸的是 我同时遗传了我母亲的 艾柴之梦满血腥 你肯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没错 这基本就意味着 我是个死人了 你的朋友 我只想把你还记得过 当初咱们俩喝啤酒 聊天到通宵的每个夜晚 哥亚说的每一个 完全不好笑的冷笑话 当然最忘不掉的 还是安娜 我能清楚地记得 她给予我的每一个温暖的微笑 当然我也同时记得 我给她造成了怎样的伤痛 平凡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不再是过去的林志军了 我的身体重生了 我的内心也随之重生了 我不会再逃避 不会在真情故后犹豫不决 不会再害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无论这压力是来自于你 哥亚 安娜的父母 还是你们所有人 哪怕整个世界 请你相信我 这一次我绝不会退缩 一开始我也不信 我觉得这事太荒唐了 可是 昨天徐修妍来找我 她用她母亲的名义发誓 所以我觉得这事应该是真的 总不能拿自己死去的母亲 开玩笑吧 而且现在网上也刊登了 林志军逃婚的新闻 你说他们大老远的跑来 骗你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嫌呗 吃饱了没事干 哎呀 我觉得你啊应该 谁啊 安娜 是我 赶紧张 超频繁 门没锁 你进来吧 哈喽 乐队在呀 嗯 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我妈也真是够过分的 大周末也不给你放假 你应该去劳动局举报她呀 最近公司的事比较多 哎 柯雅 什么时候来的 我也刚来一会儿啊 你来干嘛 我 你来干嘛 我爱来就来 什么来干嘛的 平凡 你找我什么事啊 安娜 林志军来找过我 这俩兄妹 真是缤分两路啊 她没把你怎么样吧 她妹妹去找过你吗 是啊 怎么了 你现在是来替她说 她说话了是吗 不是 我不是替她说话 但是我觉得 这次林志军好像 没有撒谎 对 我 我跟她相反一样 几点了 十一点了 都快中午了还没给你打电话 要不你给阁雅打个电话 哥 哥 你别着急 你就再等等 如果过了中午 戈雅还没给我打电话 我就给她打 好吧 你觉得 安娜会相信戈雅的话吗 我有一种预感 说不定 说不定 一会儿安娜跟格雅 会同时出现在你面前 真的吗 他们俩给了你们俩什么好处啊 让你俩这样来游说我 我可没有啊 能有什么好处 我们只不过是希望你 好了好了 格雅 我真的不想听 安娜 你别生气 我们也没别的意思 你见不见林志军 是你们之间的事 作为朋友 我们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我问你们 你们究竟是我的朋友 还是林志军的朋友啊 当然是你的朋友啊 既然是我的朋友 你们俩还帮着他说话 怎么了 让他继续骗我 继续耍我呀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格雅 我问你 你待会从我这儿出去了 是不是马上去见他们 果然被我猜中了是吧 安娜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既然你待会要去见他 你告诉他以后再也不要来 打扰我的生活了 可以了吧 你们走吧 来看 安娜 你说那个 不容易 不是 这是你 这家角 tremb Kit 这去 就直接被安娜给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安娜是不相信吗 她不是不相信 现在她什么都不想听 而且 赵平凡也来了 也为你们说了好多好话 求颜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我真的不想再因为你们的事 再跟安娜闹掰了 哥雅来电话了吗 怎么说 她说 安娜现在还出不来 是她妈妈不让她出来的 那要不这样 你再给哥雅打个电话 让她把电话给安娜 我跟她说 哥雅已经走了 你是不是没有跟我说实话 我说得是实话 哥 我觉得 你想要见安娜 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这件事真的急不得 赵平凡也去帮你说话了 所以安娜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就 再给她点时间 我看 昨天徐修颜来找我 她用她母亲的名义发誓 所以我觉得这事 应该是真的 安娜 下楼吃饭了 听见没有 安娜 下楼吃饭 安娜 我叫你下楼吃饭 你听见没有啊 我给你做了鲜虾水蛋 那凉了就不好吃了 快下楼 你这孩子 那 你想干嘛呀你 你想绝食 跟我示威是不是 说你 你为了那么一骗子 搞得重犯亲历的 你值吗你 不吃辣道 安娜呢 不管她了 咱们吃 你啊 肯定有冲她嚷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好像我这个人 特别不可理喻 是不是 我上楼去请她下来吃饭 她一句话没有不说了 还给我一后背 她想干嘛呀 不管怎么说 我是她亲妈 还想让我怎么样 没想让你怎么样 我这不是说吗 安娜这孩子 越来越不懂事 还不都是你惯的 好了 我不想让你 再 prop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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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开一下门 安娜 安娜 我真的好想你 在酒吧那晚都是我的错 我太冲动了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安娜 我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我想象过 我们见面的情景 只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安娜 帮我开一下门 让我好好跟你解释 所有的一切好吗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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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带你去吉隆坡 去找潘兆手 他可以全部给你解释 安娜 请你不要放弃我 不要放弃我们的爱 安娜 给我个机会好好的爱你 我一直觉得心里很愧疚 没有好好的 没有好好的跟你求婚 我这次 都准备好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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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好吗 我一辈子会好好地爱你的 这是谁啊 林志军 你赶紧走啊 我妈待会儿也会来的 我不走 我就是要等你 你不待遇我我救我狗 你干什么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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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的东西真心话 我爱你 我爱你安娜 我爱你 安娜 安娜 我爱你 安娜我爱你 安娜 赵经理 这个林志军 他是怎么进来的 不知道 肯定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那他从哪儿进来的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要在国外啊 人家就敢用枪打死他 我说得对吧 余总 实在对不起 我们会加派人手 您放心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 我跟你说啊 赵经理 他这叫私闯民宅 强行入室 这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 我看 报警吧 好的 余总 我明白了 我马上同学派出所 放开我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老师 林志军 他就是个疯子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 这个林志军 胆子可真够大的 幸好今天我把窗户给焊死了 要不然今天啊 不顶车都到乱子呢 安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妈 你准备把林志军怎么办 我能把他怎么办 我让物业把他交给派出所了 你就别操心了 老陆 走 妈 你能不能让物业不要报警 把林志军放了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他过来又没做什么过激的举动 况且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就把他放了吧 妈 我找这个人 你们是在哪儿走失的 我们不是走失的 他是被你们抓了 被我们抓了 为什么要抓他 这个人呢 今天在半山别墅 一个业主家闹事 被保安给抓了 然后我们不知道保安是不是把他 给送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们就过来问一问 他们愿意交罚款 这个不是交罚款的事 我们得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事情 另外啊 我们根本就没见到人 你没见到 半山别墅打了报警电话了 我们也出警了 但我们到了那儿以后 保安说没看住他 人跑了 跑了 安娜 快把你给我 另一个人人 你还把你拿到 不难 你没见到 两天 你却没见到 老公 你当不厉害你 你还要 不厉害你 我又要 你如何 好 格雅 怎么回事啊 妈妈 干什么去了 爸 我妈呢 你妈在厨房呢 怎么了 别冲动 怎么了 妈 我昨天让你不要把林志峻 交给派出所 你为什么不听 出什么事了 他现在失踪了 他失踪了 你怎么知道的 林志峻的妹妹说 他昨天到现在 都没回酒店 之前都没有消息 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那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怀疑 是我把他给藏起来的 是不是你让警察 把他抓走了 你真是可笑啊 安娜 那警察是我们家的呀 我让他抓谁 他就抓谁了 我昨天让你不要 把他交给警察 你为什么不听 昨天格雅和林志峻的妹妹 都去派出所问了 警察居然说不知道 你别胡闹了 这要是我说呀 失踪了挺好的 就是你把他给害了 就是你把他交给警察了 你别在这儿胡闹了 你妈昨天从你那儿一出来 就给无业的招经理打了电话 让他们放了林志峻 老陆 你跟他说这些干嘛 不用理他 那他们放了吗 当然放了 妈 是这样吗 你爸能骗你吗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行了 老陆 你别让他在这儿胡闹了 把他拉回房间吧 好 安娜 跟着 好 平凡 余总 林志峻失踪 安娜怎么知道的 柯阳打电话说的 柯阳打电话 可是安娜的电话 他爸已经给他没收了呀 他给我打的电话 我把电话给他安娜 赵平凡 我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我知道 你跟安娜是好朋友 但是 你也是我的部下 对吧 余总 安娜已经不小了 你采取这样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 这是我的家事 不用担心了 我帮你管 你可以走了 我怎么有种感觉 这次 志峻说的 可能都是真的 如果他真的失踪了 他会去哪儿呢 志峻啊 你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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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问 你就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骗人 你肯定喜欢男孩 当然啊 如果是个龙凤胎 会更完美吧 你赶紧找别人吧 要不然耽误你 剩龙凤胎了 也是哦 好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认真的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 好 我去找我的龙凤胎妈妈去了 你 如果志峻说的都是真的 那他都是为了我 现在他一旦有了意外 趁有什么事发生 我怎么能原谅我自己此刻的傲慢 谁啊 是我 姐 嘘 这你 逗逗 你听我说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你别管 你找林志军吗 你知道菜在哪儿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着啊 好了 你回去睡吧 对了 如果你大意问到你 女装什么都不知道啊 好 我先走了 哦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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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 志愿 林志愿 林志愿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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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李志愿 李志愿 你醒醒啊 李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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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李志愿 你醒醒啊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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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没睡吧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放弃我 和针法 你一定会来找我 在我们的地方 你这几天一直都待在这里吗 那你这怎么吃喝呢 你想把自己饿死吗 我知道你一定能来这儿找我 万一我要是出不来呢 只要你想来找我 什么都拦不住你 安娜 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该不该再相信你 其实你心里 一直都在相信我 你相信我突然消失 是迫不得已的 我相信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你就对你自己这么自信吗 相爱的人 彼此之间有心灵感应的 其实 我回到马来 确诊自己病了 我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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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到 等到有一天 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但是在吉隆坡见到你之后 我彻底绝望了 冲染了希望 所以我才接受了一个 一直就没有经过临床的治疗方法 很冒险 但我还是接受了 结果 发生了奇迹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的话吗 我们两个在一起 相爱 是上天注定的 赵平凡和格雅说过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吗 是的 句句说实 是 我知道我之前 对你说过很多的谎话 但是当时 当时我觉得我这么做 是为了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再也不会骗你 我发誓 我用我的命 好了 安娜 赏你出谷了 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爱你 不会再让你 为我跳一滴眼泪 令之隽 在你心里 爱到底是什么 爱 爱 爱是 为一个人付出 爱是包容 爱是为了对方的幸福 什么都能做 连命都可以不养 爱对于我来说 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我只希望跟我相爱的人 能够平平淡淡地生活 我哭的时候 她会哄我 我生气的时候她会逗我笑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相爱就是两个人一起快乐 我也可以跟她分担痛苦 对于你 令之隽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不该把对方排斥在彼此的生活之外 不管她是什么理由你明白吗 放映天际 我明白 所以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就像你说的一样 让我好好地陪在你身边 可以吗 你只心又无灵晰 удерж 太多远的距离 我 太多远的距离 因为我们的心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至于对谁特别地想念 留主 一起 他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变成你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陆老师 您上次说论文就是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是 那怎么才能提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呢 首先 您要明确 您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性是什么 一定要能够自言其说 对不起 我 我接个电话 喂 安娜 你在哪儿打这电话 爸 你别担心 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呢 你是怎么出去的呀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爸 你先别急好吗 我待会儿就回去 都给你解释清楚 你现在在哪儿 你在哪儿 你说话呀 你 雨晴 安娜跑了 她不在屋里 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说她在呢吗 她给我打了电话了 说她现在在外面 你看看 早知道就不打了 现在他们更担心我了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一起回去 算了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不 我一定要跟你回去 你就不怕我妈 她把警察叫来吗 不怕 安娜 我要跟你结婚 你爸妈这一关我必须面对 我要得到他们的祝福 让他们原谅我 爸 妈 伯父 伯母 对不起 我这个样子来见你们 失礼了 你说得太轻巧了吧 你看看你干的那些事情 你看看你干的那些事情 何止是失礼啊 太无礼了 老陆 你不用理会她 妈 这一次我带志军回来 我只想心平气和地 好好跟你们谈一谈 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不起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们根本不想见到这个人 更不想听他说话 伯父 闭嘴 我们教育自己的女儿呢 你插什么嘴 妈 你们俩怎么能这样跟人家说话呢 安娜 伯父 伯母 安娜都是因为我 才瞒着你们跑出去的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要怪 你们就怪我吧 我在说自己家的事情 请你不要插嘴好吗 安娜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你到底怎么出去的 什么时候出去的 爸我这不已经好好的回来了吗 好好的回来就完了吗 我和妈妈放下工作不干 在家里陪着你 为的是什么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 伯父 请你消消气 都是因为我 才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对不起 卢安娜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见这个人 更不想让你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可是你干什么要把他带来啊 你想干什么呀 伯母 闭嘴 我没问你 爸 妈 你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 听我讲几句 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你们讲清楚 因为很多事情 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在我跟志君结婚以前 他发现自己生病了 回到马来确诊是一种血液病 而且可能都活不了几天了 他为了不连累我 就说自己遇上了传难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他不想我嫁过去之后守寡 这些都是他说的 你相信 这些都是事实 就算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也不能接受他 为什么 他骗你的手你都忘了 他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第二次 你难道想跟一个骗子生过一辈子吗 妈 志君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你怎么能这样理解呢 你说我们该怎么理解啊 他不是病了吗 怎么 现在好了 伯父 伯母 安娜说的是真话 由于我是特殊血型 得了这种血液病 可以说是不治之症 后来一个美国的教授 用了一种不靠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法 才治好了我这种病 治好了 那算什么不治之症 是 伯母 我的病是治好了 可是我这个治疗方法 在医学上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 但我现在是健康的 不要再说了 请你离开这儿吧 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爸 妈 我要和志君结婚 卢安娜 你不要得寸进尺的啊 我跟你爸说半天你没听懂啊 我们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更不要说结婚了 伯母 我对安娜是认真的 我真的很爱她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爱呀爱的 我再说一遍 我们俩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不同意 妈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跟我爸 没有人更爱我 但你们不能一辈子看着我 我要选择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苦也好 累也罢我都认了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不会看错人的 我就要嫁给林志君 你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他啊 你难道忘了 他已经抛弃过你一次了 那是志君为了我好 无论好坏我们都不同意 爸 你讲不讲理了 志君为了我 已经跟家里人闹翻了 难道你们也要把我逼到这一步吗 你威胁我们啊 妈 我没有威胁你 我是在恳求你 我求你成全我的幸福 你跟我爸 不就是希望我幸福快乐吗 虽然我跟志君经历了很多波折 但是我一直都爱着他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他现在回来找我 我不想再失去他第二次 妈 爸 我不想因为爱志君而伤害了你们俩 但是我也求你们 不要比我放弃我的幸福 不要比我感觉 那哥 我怎么会让你自己爱她 还真是生死你 不要为你 拜托你们了 你这是干什么嘛 安娜 你快让她起来 快起来 别这样 你起来 起来 志军 志军 林志军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不知道 这是个饭点 小李啊 王主任好 刚送来的病人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病人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谁盯着呢 曹大夫 他人呢 吃饭去了 急诊室不是有规定 错失吃饭吗 快去告诉他 这是一个特殊血型的患者 赶紧出报告 快去 我这就叫他回来 你是卵的 对 我是这儿的主任医师 你好 您好 您妈妈来给我电话了 病人的情况啊 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好 您放心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根据检验结果 病人突然晕倒 是低血糖造成的 他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是 不用担心 输点液 再补充点营养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好 好 谢谢 那个什么 病房已经安排好了 我马上安排护士送他过去 好 谢谢 不用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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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娜 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吧 你就在那里 坐在一个轮椅上 我先过来跟赵批帆打招呼 赵批帆 赵批帆 正说你呢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从马来给你带来血列的人 她叫林志军 你好 我是林志军 志军 这就是你舅的女孩 罗安娜 你好 谢谢你 我感觉 这一切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嗯 安娜 嫁给我吧 我愿意 我一定会跟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 其实婚礼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我现在就觉得 我能跟你在一起 就已经很幸福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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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也没见过 我也不想像上次那样搞那么大动静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家人跟朋友都祝福 这就足够了 看来你们早就有了主意了嘛 是 但是安娜是我唯一的女儿 所以婚礼必须要有 而且你们上一次的婚礼 出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这次的婚礼 比上一次还应该热闹 还要大半 我们不是为了显摆 是为了证明 林志军 帮我邀请你的父亲来参加婚礼吧 我父亲一声明和我 端绝父子关系了 不管他来不来 我们的礼数都要做到 这点你明白吗 明白 那就好 那我试试吧 怎么样 好看吧 简直就像良辰丁做的一样 我们就这件吧 但是这件太贵了 你喜欢吗 喜欢就好 先生您觉得这件怎么样 特别的好 你先进去换衣服 好 那就这件吧 好的 没问题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刷卡 好的 您稍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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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i 好看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好看 不然我先走吧 徐修妍 徐修妍 我问你 你哥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 她是不玩失踪玩上瘾了 她 她或许是有什么事呢 或许 是 意外 意外 又是意外 有什么事不能打个电话 不会是又遇到什么传难了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咒我哥 徐修妍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你自己算算 你哥哥林志军都骗了我们多少次了 今天假死 明天失踪 当我们是白痴啊 他或许是真的有什么事呢 你也知道 他这次从马来西亚跑出来 他父亲特别地生气 或许是因为 他父亲不是你父亲吗 一言难尽 我有预感 这次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否则他不会骗你们的 骗你们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 不过你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上次你哥失踪 你都着急上火地到处找 甚至还报了警 这次呢 你跟没事的人一样 居然还安慰安娜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 能这么淡定吗 还有昨天 你在格雅呢 问我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明明是你哥和安娜要结婚 你那么说不是拆散她们吗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 你会跟我说这些吗 你无理取闹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 林志军找到了 他在哪儿 哪儿 你们估计 你怎么就些 我就是在远旦 你还在向上 你这么说 你物质的 我说你 谁不知道 你什么 你也不说话 有的时候 你不要争害 林志军这次病得很重 是急性发作 我的血型跟志军是一样的呀 我给他输血 就像上次那样 如果简单的输血就能够有用 我想林志军就不用躲到马来西亚去了 他的病应该恶性化发展了 现在只剩下传统的骨髓移植 是一种治疗方法了 那志军还是有救的 之前林志军的父亲 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骨髓 才会采用这个教授 没有经过临床的治疗方案 我可以给他提供骨髓 虽然你们的血型一样 可是要进行骨髓移植 必须要通过一百三十八项严格的配对才行 普通血型的概率都是百分之一 你和林志军的几乎是零 你和林志军的好处 你是对我 我和林志军的好处 你和林志军的好处 你和林志军的好处 我和林志军的好处 你和林志军的好处 你和林志军的好处 我就都这么估论 我娘 我和林志军的好了 你见到她 我和林志军的好处 爸爸 你不会是想又去马来吧 妈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不会让他一个人 面对死亡的 我们之所以找你回来 就是担心你听到 这个消息以后受不了 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长大了 爸 妈 感谢你们理解我 让我去做一次勇敢的尝试 林志军太自私了 每次他都想把苦难 背在自己的身上 他忘了爱是要分担 我们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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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格雅 明明那么喜欢平凡 却一直说不出口 平凡也觉得格雅是个好女孩 也跨不出心里的那一步 多远不出心里的情意 我不是 我为了我追求的爱情 可以奋不顾身 我安娜的爱情 就是绝不放弃 我说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他早就牵好了鞋 他要我为了 安娜 对不起 他还得多难受啊 他昨天晚上 几乎一夜都没睡 我要绝骨髓给他 这怎么可能啊 谭教授说 要有一百三十八项陪队成功 才有可能 他已经把我哥的数据 转交给了世界医治中心 他说我哥的病 现在只能靠运气 和时间赛跑了 我至少有一项是贺格 我身体里就流着你哥的血 无论是什么检查 现在就做 看到电话 好 喂 安娜 妈 安娜 怎么了 安娜 安娜 你别哭啊 到底怎么样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把电话给赵兵凡吧 余总 奇迹出现了 安娜和林志军的骨髓 配对成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的眼睛 放映天际 倒映我和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也不怀疑 哥 你醒了 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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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呢 赔上成功 谢谢你 潘教授 你要感谢的人呢 不是我 谢谢你 大夫 我的记忆 潘教授 常常温期 和你的愿意 等你的愿意 我们的心 还要继续坚定 有一切一定 在遇见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我是认真的 我们的心 都变了一遍 只会对谁 特别地想念 命运她 早就牵好了线 她要我们 一起相恋 我的心 我想知道 你以前什么样子 你只需要知道 我希望 我非常非常爱你 我又要 我又要 你期到永远 我爱你 嫁给我吧 所有来宾 欢迎大家来到新郎 林志军先生 新娘陆安娜小姐的 结婚典礼现场 及时已至 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 上场 一起请新娘陆安娜 都可以 林志军真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运的 好 你知道我在漂流瓶里写了什么吗 不知道 勇敢的爱 我爱你